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 我是主持人Julie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 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 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 在单击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 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 欢迎大家填写 第四集我们将维持来宾访谈模式 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 来看看中国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 上一集我们邀请了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李建勋先生 谈侃而谈关于数位行销及新媒体操作在两岸的差异 先前我们邀请过来宾从汉语辅教的角度 来讨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教育 那今天就邀请在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教汉语的孔维涵老师 和大家分享他在两岸大学教书有什么不同的发现 那就让我们欢迎孔维涵老师 欢迎孔老师 大家好 我是台湾博士孔维涵 非常开心上朱莉的这个节目 那我是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孔维涵老师 我的研究的方向呢 是汉语语言学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广州工作 那其实我是从2017年的8月底就到中国大陆任教了 那到现在其实也是有好一段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在三个学校工作过 一开始呢是在福建的一间高校 那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工作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的缘分了 其实当时我刚毕业还没有多久 那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他说他是大陆的104网站的人员 那问我有没有兴趣要去大陆工作啊 我想说这是诈骗 为什么会有人打电话来找我呢 那我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然后也上网查了一下 也同时问了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同学 那他说确实有这个学校 我就想说那就去看看吧 那其实当时也没有比较太多 我就答应说好 那我就去那边试试看 对那其实一开始的工资 一开始的薪税 现在看起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少 对那后来呢也在签约满了之后 就换了其他的学校 换到了湖北 那在湖北其实待了蛮久一段时间 大概待了四年多的时间 对对对 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 才到了广州 那其实广州这是一个 让我非常打开眼界的一个城市 就是包含它的包容性啊 开阔性啊 其实都比内陆的城市还要好 嗯 洪老师刚才有分享就是 当初为什么会去到大陆工作嘛 对 因为刚刚听上去似乎就是有接到邀约 然后好像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对对对 就想说啊就去试试看 那中间过程中也换了几所高校 然后有不一样的城市 其实我之前跟宽老师在聊的时候 我就有讲说 其实确实在大陆求职 不管是教师这个行业 甚至扩展到更多行业 城市的选择比领域本身 或者是你的工作公司本身更重要 因为其实宽老师应该可以感受到 像你刚刚讲要福建 或者在湖北或者在广东 其实应该有蛮大的差异吧 差异非常的大 就是包含整个学校里面的管理阶层的 思考的模式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生活环境的差别 也是很大的 那我一开始呢 是在福建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吗 不是二线 应该是三线 三名 福建的三线城市 如果放在大陆全国 那可能到了五线以下 我不晓得三名市是极限城市啦 但是它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对 学校的周边也怎么都没有 你可能要到高铁去 还要打车打很久的车 那我现在感觉起来 在要局限的一个学校里面 整个学校的管理啊 其实可能跟台湾大概 八零年代有的比吧 对就是非常非常自视的 那接下来到了湖北 那算是一个武汉的卫星城市吧 那算是武汉的卫星城市 在湖北的黄岗 那地方其实就是 比前面第一个城市要好一点 好一点点 那就是一个苏东坡待过了四年的地方 黄州嘛 对 那也是一个小城市啦 只是它因为是在江汉平原上面 所以它的山比较少 地势比较平 移动上面会比较方便 如果说你到了国际机场啊 可能就是打个车 大概一个多小时可以到 对 但是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对 那广州呢 它就是一个一线城市 即便广州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我的学校也是在一个 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但是广州它终究是广州 就是在交通方面也好 或者是各种其他的人也好 都会比在小县城里面 还要再稍微好一点吧 因为其实之前有分享过 在大陆工作 其实选城市比选具体哪间工作 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每个城市它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 那代表着这个城市的人文素质 是的 然后包含它的资源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供的整个的环境 和你可以共事的人 其实都非常的不同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有点像是 其实我觉得跟台湾有点类似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往台北跑 那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在大陆很多毕业生 其实也是会希望往一线城市去跑 那如果你自己家本身是出生在小县城 大多数都会往一些你省份里面的 省会城市方向去走 那如果你本来算是已经待在城市里 你就会往更好的一二线城市里面去走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同城市所代表 可以提供的资源环境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是我现在才真的感觉到 就是一线城市和小县城的差异 而且特别是在大陆 因为大陆太大了 所以它的城市间的差异是更加的明显 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我想也跟孔老师聊一下 就是关于比如说因为作为教师这个行业 而且特别是大专院校的老师 那你在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环境当中 你去了之后你觉得跟台湾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啊其实差别蛮大的 其实我之前在台湾是兼课老师 但是我感觉的差异 第一点台湾的老师的自主性会比较高 例如说即便上的都是公共课 例如说像是大一国文 或是就是这些每个年级每班都要上的课 但是台湾的老师可以现在可以决定自己的进度 然后可以自己出题 中期模考是老师自己出题 那大陆不是哦 大陆的自主性就没有那么高 就是你要一起集体命题 就是同一个课程的老师一起讨论出来 对就是题目是一起出的 然后就是像这个课的每一班考的题目都是一样的 那想当然你考时间也是要一样 所以是共同课的话就是比较麻烦 就是每一班题目都一样 所以时间安排是一样的 所以老师的时间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由 在这方面 所以其实说实在 我不是很喜欢上这样的课 对啊 那再来呢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 你上课可能不能够讲太多 跟课本无关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这是比较危险的 那其实每个老师都知道啦 所以就是不会脱离课本的范围太多 而且也不会脱离课本要你讲的东西太多 对那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可能就是你有很多自己的意见的思想 可以发挥 可以发挥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我比较想要了解 你觉得这一点跟在城市的差异有关系吗 我觉得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是什么 因为我对于高校老师这一块 没有到特别的了解 但是我获得的资讯比较多 是网路上看到的资讯 就是像在大陆的一些网路平台 或者是小红书类似 他可能有一些会分享出 很特别的一些高校老师 这就是相对来说 他没有像大陆以前那么传统 他会在可能在课程上面的一些教学方式 会很灵活 然后也比较有自己观点输出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像这种 因为比较少数 所以反而显得比较稀缺 会在网路上做传播 可能大部分还是相对的传统跟知识 对 因为如果说你要做比较活泼的发挥的话 你依然不能够脱离课本的范围 或者是 因为说课本要你讲的那些内容 那当然这样的老师 就是学生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所以他会放到网路上面去 对 但是一般大部分的老师 就是都不太会想要去做太多太多的 就是比较偏离可能规范要求之外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对老师的规范也更多了 就是其实每个老师都不会想要冒这个险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事情 都不会想冒这个险 对啊 就当然希望教学的那个规范也可以越来越放宽 因为其实这样子对课堂教学也好 或对学生也好 收获可能会更加的多一点 对啊 了解 因为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的科系也是需要学这门课程 就是它是属于通识类的技术 就是基本上如果你在大学的学科是偏文类的 文科类的专业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门课程都是要上的 通识类课 大一都要上 大一语文是吗 对对对 就是偏那个什么 我有点忘记我们当时 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系 就是肯定也是一定要上的 那我印象当中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教这门课的老师 也确实就是相对来说 也比较知识性的教 所以我基本上在这门课上都在睡觉 对但是听不下去 对其实呢 我目前观察 其实大陆学生对台湾老师的教法 其实已经算是非常新鲜了 就是你的教法已经相比其他的老师 已经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 这几年看下来啊 其实大陆的学生对于台湾老师 都会比较 就觉得很新鲜 对可能台湾的老师的教法 跟大陆的老师教法 本来就没有那么的相同 虽然说还是必须要知识化 但是比较起来就没有 相对有一点灵活性 对对对 OK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观察起来 就是大陆学生其实都 还蛮喜欢台湾的老师的普遍上啦 那你们学校台湾老师多吗 其实不多欸 各位数吧不多 之前学校比较多 因为之前学校是有系统的 可能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就是比较多引进台湾的老师 OK 那你刚刚有分享到 可能关于在 对于老师的要求 规范上面 可能大陆会更严格一点 对 然后更 更传统更知识一点 那除此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 跟台湾这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就是无论是这个职业的 环境啊 氛围啊 包含 可能一些待遇啊等等 呃 待遇的话 其实大陆的每个学校的待遇 其实差很多 嗯 就不像台湾的学校 可能他的差别不大 真的不大 嗯 但是大陆的每个省份 每个城市 对 的高校的老师的待遇 都有差 差 对 一线城市 彼此之间也有差 我听说 我听说啦 我不晓得是真来假的 嗯 上海的薪水是最低的 哦 上海是最低的 嗯 我听说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去上海 嗯 对 就是他们不怕也没有人去 嗯 但是我问到了上海的待遇 好像真的也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好 广东省 广州 和深圳 嗯 据说薪水是大陆的 高校老师薪水的天花板 哦 听说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嗯 可能有行业间差异 因为比如说像是以 平均薪资 嗯 来讲好了 其实每个城市的 平均薪资也都不同 对 而且因为每个城市 它的生活成本也不同 对 又是有些城市像 你知道我记得我刚毕业 就是在 我以南昌为例好了 我刚毕业就是刚大学毕业生 然后我的平均薪资大概在三千五人民币左右 三千五啊 但是你知道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嘛 对 那我最近刚回去的话 我大概现在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会拉到五千以上 到五千五以上 但是你到深圳和广州就不是这个level了 而且甚至是薪资的涨幅也不同 可是你要知道江西南昌生活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哦 如果你要去跟一线城市相比 我们家是那种早餐 我想一下早餐15块台币以下可以吃得非常饱的那种 你就想想他这个生活成本 南昌其实我去过 对啊 其实说真的其实不是很贵 对啊 就是因为你每个城市生活成本也不同 对 所以他薪资水平也不一样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间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点 会体现在很多这一块 那刚讲到待遇上面城市间有不同 那像是你觉得整个的职场文化氛围呢 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职场的文化在大陆 其实管理阶层啊 普遍上来说对于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 似乎会比较尊重一点 就是以你的学历会去 有感觉到 有感觉到不一样 对 但是呢 在职场上面你还是有 你必须要服从啊 或者是尊重啦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行政上面的流程 是非常非常繁琐的 就是你不能够想要去推翻 或者是打破那些 就是我觉得 那些小细节上面啦 其实我感觉是比台湾还要多 特别是人和人之间 你必须要去抓好那种边界感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对 因为我觉得作为台湾人在大陆啦 你会觉得 好像大家都觉得你是台湾同胞 那都会比较理喻你 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理喻之下 我就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对就是不能去挑战人家的一些价值观啊 对啊 就是可能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的时候 最好不要谈 对确实我觉得这个点跟 大家所受的文化教育的成长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想嘛 你连小学课本里面写的历史内容都不同 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成长过程里面 你接受到的教育 就是我们看待台湾 对 和台湾看待大陆 那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对对对对 那你在这两个不完全相反的体系下成长起来 你让他一时半会去改变他的这个想法 是很难很难的 对 除非他是真的很具有全球视野 然后同时可能他的相对更开放的价值观 来去跟你探讨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大部分的 都不是比例 大部分的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我觉得大家在这样子的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 都会对这一块会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自己比较根深蒂固的想法 已经建构起来的一个框架 对没错 对那在这方面的话 就是在这样框架建构起来的一些规则 一些制度 我觉得这就是在两岸职场上面的一些差异 因为在这样子的价值观 这样的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 就是你是不能够去打破它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彼此的尊重吧 在职场上面也是这样子 而且在大陆职场上面 这个框架是更加的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跟你所在的领域有关系 因为你又所属是教育行业 对对对 教育行业在大陆 它其实是由中央职系主管的 对 就是它其实是会有非常浓的政治色彩 对没错 而且它对于里面内容的把控度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因为所有你的教材 然后你所教书的内容 它其实都会通过比较严格的审查 包含出版业也是类似 新闻出版业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大陆的体质下里面 它的产物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回到可能更偏商业化的公司 大家没有在谈这个 大家都是谈赚钱 对 就觉得大家就不care这个东西了 对 那你刚才说就是教育出版业 就是国家会有比较严格的管控 所以这个也就造成了就是在大陆的老师 他们自主性没有那么的高的原因 因为你所有讲的东西 你都必须要符合那些规范 那些规范那些价值观 对 那这个跟商业领域就肯定差很大 因为其实对 对啊对啊 非常感谢孔老师今天的分享 然后其实我们前面有聊到蛮多 就是从孔老师为什么会来到大陆去做这种大专院校的老师 然后还有分享他在三个不同城市教学的一个不一样 然后非常深刻体现在大陆工作里面 城市间的一些资源上面的差异 包含可能也回到在校育这个行业 然后特别是大专院校的老师 有分享到跟台湾的不一样 那包含说可能灵活性上面 规范性上面 那同时可能也有回到可能受尊重程度上面 也会不同 当然这个也是跟这个行业所属的性质有关系 是的 再次感谢孔老师的分享 谢谢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大家 好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形式 第四季第七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给我五颗星 并追踪我的节目 我是Julie 我们下次见咯